首先,将拉链拉上,当拉的过程中要先尽量地清理些,将拉链链链链 当拉链拉到一半的时候,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,在清水球里边的内侧还有一个内侧拉链 内侧拉链的话,确保内侧拉链拉头在中央,这样以便人进去以后便于操作 继续将拉链往前拉,拉到清水球正中央的时候,大家会看到在里面有一副子母扣 然后将子母扣呢,粘合在一起,将拉链拉平 这时候呢,大家会看到在正中央有一段拉链不是很平整的,会有一些空隙 这个呢,本身不是拉链的原因,是在我们制作的时候呢,故意留出这个空隙 目的是人在里边爆破的时候更加方便简单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,大家要继续往前拉 这样的话,大家要继续往前拉 整个仙女球呢,就是对空隙膨胀 那仙女球鼓锤膨胀以后呢,人手在仙女球的后面会不会有个空隙 空隙的话,将拉链拉开,这个空隙是人从空隙里能进入到仙女球的内部 进去,进去以后呢,将空隙到的外拉链拉上 然后,这时呢,仙女球内部的仙女球呢,将内侧尖到拉链拉开 然后再将人进去以后呢,将内侧的拉链拉上 可以吧,可以吧 这样呢,人在里边有空呢,可以看到这里头的顶部 顶部有一个很长的一个,类似于一个拉长似的 这时候呢,在爆破之前呢,外部的操作人员要把后边空道的这一块 拉链拉开,目的是将气体放开 好,等一下 真是,真是非常像啦 旁边有什么厕所 Ye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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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